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就躲过去了呀 对不对啊 傻的嘞 很多人真的不停的 所以自己不想办法 碰到下雨了 不知道怎么办 就去依赖别人 碰到烦恼了 就去想赖在别人身上 找任何理由来想自己解脱 都怪老婆 怪儿子 怪女儿 怪别人 永远怪别人的人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因为你明明做错了 你还要去怪别人 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 你们昨天看电影了吗 对不对啊 是不是里面有一句话啊 观世音菩萨像 一个皇上问 观世音菩萨的像上为什么有佛珠啊 观世音菩萨自己已经是大菩萨 他念给谁啊 他为什么要念经啊 因为求人不如求己啊 对不对啊 观世音菩萨也要念经啊 对不对啊 我们现在还不是菩萨了 我们更要念经啊 我们念经的人就是能够保平安了 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不要把希望总是靠在别人的身上 你一定要记住 靠自己是最靠得住的 靠别人 靠不住啊 明白了吗 所以师伯经常跟大家讲 人有两只脚 一只脚是站不起来的 所以目的要让自己站起来 就要运用你两只脚 一只脚代表你的身体 一只脚代表你的智慧 所以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要懂得靠山三会岛坐吃山空 靠别人任何事情心不定